味道调查员第一站来到了田野中 据说第一种炙鲜美味就生活在这片淤泥中 而且它是书城端午食物排名榜的第一名 它到底是什么呢 大哥 您在忙啥呢 我在黎青温 咱们这是用竹竿吊是吗 泥酒在书城被称为水中人参 端午节的泥酒肉质饱满 味道鲜美 泥酒好吃 但是不好抓 味道调查员看到张其飞大哥竟然在吊泥酒 雪衣街大概有四身里面长的绳子 里头刷一个钩子 防一点蚯蚓 蚯蚓之后 然后晚上就这样把它插上之后 插上之后 插上夜里它就有泥酒在上面吃了 吃的时候就得到了 晚上的时候出来据食 泥酒是晚上出来据食 张大哥说 一根竹竿绑上一根绳子 挂上蚯蚓 插在泥土中静等一夜 味道调查员很好奇 这真的能吊起泥酒吗 这是昨天晚上 咬的泥酒 不蹦乱跳的 现在踏的都是泥 看一下这么大一只泥酒 来抓一下 好滑 活力 哇 这个钩子把手勾了 勾到了吧 好痛 因为这泥酒一直动 这钩子直接扎头里了 大哥也扎了一下 不仅勾泥酒 这钩子我俩手了 这个就没挂上 这个就放着呗 让它接着上钩 看一下前边的 这个也没有 看来真不是百发百中了 没想到这种吊的方法 真的可以收获泥酒 不过张大哥说 今天他要为家人 制作端午家宴 泥酒是主角 就这些泥酒可不够 下田 下手 开抓 玩几口团 下田了 这个脚感特别神奇 有点做独立的感觉 天热 泥酒会潜入泥中避暑 偏冷 它会钻入更深的泥中过冬 智商不低的泥酒 又身披滑溜溜 黏乎乎的外衣 到底怎么才能 稳准狠地抓住它呢 这好像是水泡 一带它会滑 有种寻宝的感觉现在是 泥里边寻宝呗 还挺多的 我发现这一块 去哪了 有这小龙虾在这 他举着他钳子跟我示威 要跑 大哥还抓这只龙虾 你抓这么多 相形见绸了这一下子 这够咱们吃了吗 够了够了够了 这生活满满 但是也好辛苦 我这腰还有点疼 边走还边溜了一只 我说好 LIK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